大家好 嗨 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开盒这两盒 怎么这一盒是的两盒 Sherman 那就是我们讲的Easy 8 Easy 8有两款 不是两款 Easy 8我们有两个品牌 我们来做比较 那首先呢我们会 其实主要我是要讲这一盒 这个Furry 怎么怒火特工队吗 这电影拍的这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板件的差异 然后它的一些特征 然后让你们觉得说 是不是在比较上 或是在选购上呢 给你一些小小的帮助 来我们先看Tamiya这一盒 盒子来讲的话呢 OK啦都差不多大小 那Tamiya就和惠嘛 这没问题 他们找和惠的老师都画得不错 那Italia这个呢 就干脆就直接拿电影照片放上去 因为它主要在在pushFurry 配搭这个Furry的一个经销手段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好来 来看一下 这是Tamiya这一盒 1比35的 那欧洲战场的Easy 8 那其实Sherman这个坦克 这个战车呢 不是很棒的战车 因为它数量实在太多了 上万四五万辆的战车 跟德国人打仗 德国人怎么打也打不过它 来 它的这种做一半 做一半 刚好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异 看它的差异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room in 那我把两套套件拿进来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不同 好来 好 这里 大家看出是它的这个 车身的部分 车身的部分呢 右边是Italia 左边呢是Tamiya的 开模情况呢 当然Tamiya是稍微好了一点 稍微好了一点 感觉到质感上 那Italia呢 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 做起来其实 对 有的人会说Italia很雷喔 但是毕竟 它是一个比较平价的品牌 那它的质感呢 其实 我也做很多的它的东西 我没有说它不好 我也没有说它不好 这个 如果你喜欢 就能够接受一个品牌 或者说你能为了 提材的需要 你可能需要做一台 产品的时候 Italia呢 它就应运而生了 那Tamiya呢 永远就是不倒的地位嘛 对不 来 这是 这是 车身 接下来我们来看 炮塔 我的炮塔呢 在这里 这是Tamiya的 这是Italia的 那后续在制作过程中呢 更是有PK的一些场景或画面会出现 我们再次跟你们分享 来 右边Italia 左边是Tamiya 那一样的 该有的都有 该有的 其实我还没装完啦 其实该有的也都有 没有说很明显 的差异 好 来放回去 接下来是底盘 Tamiya Tamiya 一样 Tamiya Italia 好 先看一下大零件的差异 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喔 怎么会有蓝钉胶在里面 这车头的 M4 Sherman 它的车头 很有趣就是凹进去这一块 这个 这个OK 那Tamiya就是会设计 让它可以动啊 那要看它 然后这个 我们Easy 8的 就是多了这个 什么叫做水平 什么悬吊的 因为以前的M4没有那么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比较车尾部 车尾部 两边也有点差异 这可能比较 考证的客人朋友会觉得说 哪个比较对哪个比较不对 这个我们再看看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套件 套件 那个零件除到一半 所以套件其实也看得差不多了 那 套件的表现呢 呃 铝带 铝带Tamiya只给一种铝带 这个铝带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我看它写什么 这个铝带只给一种 但Italieri给两种 M4 Sherman EZ8 这个 这个 版本 M4 A318 有一种所谓的鸭嘴兽的 鸭嘴兽的 铝带 铝带 就是比较宽 有多一个边 多一个边 那没错了 他们要给的是后来改良 改良的鸭嘴兽 一个是旧款 一个是新款 一个是旧款 一个是新款 来 好 铝带 有的人很在意铝带 这个是哪一种 前后要装要对 或怎么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铝带 因为他给两种的只有Italieri 我们来看他说明 怎么说明这个两种铝带 这里 啊 他没有写啊 他没有写 哪一种铝带 A B B C 你看 Italieri有给好几种涂装嘛 嗯 一样是欧洲战场 然后 这个 两种涂装 Italieri除了套件跟Tamiya 不相上下之外呢 铝带有两种 那Tamiya用的是这一种铝带 鸭嘴兽 鸭嘴兽 这应该是鸭嘴兽的 然后这是比较窄的 你可以看它比较窄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这两种铝带给你用 然后 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是 铝带的差异 两种跟一种 Tamiya一种 Italieri两种 都是这种一条式铝带 那Tamiya的就是简单 大方 好做 然后该有的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 装铝带就小心有前后的差异 然后底盘也看过了 然后后面 车子后面有装这个 然后 它的细部零件 Tamiya这一盒也不差 也不差 这两盒真的有的拼 坦白讲 所以当时我这两盒 我都买都做的原因 但是这个 后来因为Furry这部电影出现了 我觉得Italieri就厉害了 就厉害了 小小一台战车 这是中型战车 东西却蛮多的 然后这个炮塔的车掌窗 也做出来 不错 一体成型的炮管 Tamiya一体成型的炮管 那有什么叫一体成型的炮管 有的炮管是左右要粘 左右粘就有 粘合的线 有个人形 他们有个人形 零件OK 配件OK Tamiya嘛 有甜买甜 那我们来看一下Italieri Italieri 这个说明书偏黄 有点年代的感觉 这不是 不是放黄的 来的时候就这样了 我不晓得是 环保吧 好来 这一款 这一款 我们来看 零件真的不少 那 这个所谓的Easy 8 就是这个水平什么什么 避震弹簧悬吊 两种版本都有做出来这个 有一个朋友很很 客人朋友同学很很在意这个的 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要有 然后 因为他做我不一样 陆轮做的就很明显 Italieri的 然后他这个 A版本跟B版本 履带就不一样 B跟C 刚给大家看 哇哦 Furry 电影版的是A B跟C呢 就是另外一种履带 哦 是这样耶 嗯 履带 感觉 这个是压嘴说吗 抱歉 我抱歉 这个因为他也特别没标出来 他也没标出来 但是他的说 他的盒子里面有讲 来 这个 抱歉 在这里 两种 两种履带 T66跟T841 T841啊 就是压嘴售 可黏的 可黏的那种橡皮 可黏是这样黏啊 其实我还是用定书针 比较好用 机枪从里面装出来 车尾布 他装法 也不是很难 那特别要跟大家 两台车的 车外的 配置哦 不相上下 该有的工具也都有 但是 但是以塔利利这一盒哦 有一个 左眼点 重点 他的炮塔也是一起成型的 哦 不错很好 来 他的左眼点是他的 机枪都有嘛 机枪都有 那 这个 车长跟射手 都有机枪 那塔米亚的呢 是 我没注意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只有车长的机枪 哦 只有一艇机枪而已 只有一艇 应该讲只有一艇机枪而已 武林机枪 那 他的机枪 车子上头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他的零件 他的五金 他的配件 比方说 弹药箱 帆布 水桶 这些 呃 车子在情境间 要穿越障碍的器具 木棍 铁条 哦 玩多的 还有钢盔 哦 如果您买的时候 配件有多多 你看 所以您如果说 想要做一台非常丰富 情感丰富 场景丰富的 可以考虑用这个 Italelli这一盒 东西真是多啊 配件做一下就很 很丰富 毕竟因为 这是Furry那台车子的 我room in 给大家看一下 挂满了东西 挂满了东西 那那个 一般的战车不会挂 但是因为 真的战场上也是像这样 看照片也是 那个M4 Sherman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讲错了 请纠正我 在战场上 找不到 零件可以替换 因为M4 Sherman 它是 一开始美国并不很在意 战车的 研发 那所以就用旧的东西来改 那改呢 战场上的需要呢 造成什么 他们脚脱很多的军火商 也就是很多的 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 美国人厉害的地方 它的民生工业可以转成军工业 做车的马上变成做战车 甚至于造飞机 也就是说 它会有很多工厂去做不同形式的 的战车的行别款式 然后支应战场的需要 以至于在战场上呢 有好几种的M4 Sherman 款式也不一样 造成你要零件在拆捕的时候 的困难 但是呢 我 我就是多啊 这个 德国的战车每一款也做不到几千辆而已 我光是 美国光是M4 Sherman 造出了四万八千辆 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案例非常明显的 就是T34啊 T34 用它的数量 排山倒海把Tiger 德国的胡适给干掉 是吧 以上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M4 A318的PK 如果Tamiya跟Italia 希望给 能够给你一些 选择上的 题材选择 以及制作上的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